南韓議會 又上演全武行 這回場景還是小小的 地方議會 只見最大在野黨自由 韓國黨議員包圍主席台 不讓主席發言 甚至搶走議事錘 不料共同民主黨籍議長 也不是省油的燈 先是爬上議事桌 接著當場以拳戴錘 女議員眼看落居下風 也不顧形象爬上桌 使出百貨公司 搶花車商品的功力 一路死缠爛打 双方人馬搶議事進程文件 把議會當成摔角擂台 激烈拉扯 破爛中主席一拳 打在女議員右耳 自己跌下獎牌 女議員則有如貴妃醉酒 當場狠躺台上 5歲前就終了 超泰經過媒體披露 再度近代南韓民眾 不過打人與被打的 都說是對方先動手 臨時的位置 臨時的位置 特殊被開了 議員會議會議的 選擇 政独組 協議案 這場 韓國人的議員 市上南韓議員 動手動操 也不是太可貴 大省籍議員一副當官大鬧議事堂 朝野女議員捉對廝殺大鬥 難分難解 甚至有人自備枕頭棉被 直接把議事桌當飯店 沒想到現在國會亂象 竟然也下鄉 讓南韓民眾忍不住大態 有這種問政品質 也難怪景氣快跌到谷底 政府卻總是拿不出對策 三天新聞 綜藏報導